各款之罪而打恐吓公众或胁迫政府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之目的或计划之个人法人或团体外 于招案通过 其第十三条修认为不服主管机关所为之公告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济 第十四条修认定为为防治国际知恐活动 政府依互惠原则得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签订防治知恐之条约或协定 第十五条正定为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十通过附带决议一项 十一本案审查完聚拟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爵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由林昭局委员为周出席说明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议事录就确定 那我来介绍列席官员 这个我们委员所登记的这个 这个会议询问等事项程序发言 我们等一下会来处理 等我宣告完 我们来介绍行政院陈美龄秘书长 综合业务处严西龄处长 外交国防法务处参议徐吉志陈永志 法务部邱泰山部长 法治师宋文宏检察官 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杨坤 法官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编子署副署长 国库署张艺新副组长 教育部高等师梁学正专门委员 记职司朱玉叶专门委员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许山荣专门委员 文化部人事处月雪梅专门委员 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林慧芬处长 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 王信慧副主任 国发会社会发展处张富林专门委员 档案管理局应用服务组石樸副组长 内政部明政司刘立方专门委员 地政司张燕燕专门委员 总统府法规会郭淑珍主任委员 国使馆何志林副馆长 监察院司法及预政委员会王真华主秘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编组人力处林静文专门委员 全序部法规司黄慧琴检任视察 国防部政务办公室蔡政首上校 政治作战局高市强中校 法律事务司邱炳谦中校 对不起邱炳谦中校 卫福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 陈青梅检任计证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 陈信敏专门委员 原民会综合规划处王瑞银处长 行政院农委员林务局萧崇仁组长 财团法人228事件基金会代表廖继斌执行长 欢迎各位 今天是继续审查 民党党团拟据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那么本会就上述查案于4月21日本会期第18次会议进行审查决议 报告及寻答完毕令定情继续讨论 并于5月2号5月4号5月12号6月15号及6月20号举行五场公定会 以广泛听取学者专家之不同意见 对于本案审查有相当帮助 我们在进行这个这个逐条之前 我们有委员登记的这个程序发言 那么我们就会依序 那每一位的时间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不会啦 各位还没有开始发言的时候不会 因为我想各位都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 这个发言都会切揍重点 好请第一位林德福委员 主席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同仁 我想哦 这个今天啊我们在这里 这个四华法事委员会要这个来针对促转条例啊 来这个立法 那我想因为我们连续办过5场的公听会 那我就将针对就是第5场公听会啊 这个针对因为这个促转条例啊 讲实在话就像民进党的东厂一样 为什么我这么讲 因为哦 这个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民进党 这个暂停 斗争清算立法 认真的建立促进 社会 这个和谐啊 的 这个一个协商机制 我讲在第5场公听会上 这个由民进党 推荐的蔡玉龙会长 他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互助协会 蔡玉龙会长 这是民进党推荐第5场公听会 他的表达 他说 认同民进党 草案的精神 但是对于戒严时期啊 党案的抢救 以及还原历史真相 处理不当党产 等 要求 但对于民进党 党团立法的动机 是存疑的 他认为说 对于民进党 党团立法的动机 是存疑的 好像 政党轮替 就要转型正义一次 只是为了全面执政 为了政治斗争 长期执政的准备吗 那台湾人有许多事情啊 需要汇集 全民意志 去克服 各方面的困难 所以我们建议 暂停 这样 条例的一个立法 建立促进 社会和谐的协商机制 这样的思考 值得我们去正视 我想 这个 蔡玉隆会长 他是由民进党 所推荐的 台湾地区 政治受难 互助会的 会长 蔡荣誉会长 他一直认为说 对于民进党立法的动机 是存疑的 尤其是针对 不当党产 以及啊 这一次的整个促转条例 里面的内容意涵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 清清楚楚的 那其实 你要是说今天 我们要 这个提促转条例 里面 还有很多需要 包括卫安户 甚至于包括路易特 包括823 甚至于 我们原住民 我们今天高京有到现场来 高京委员 原住民 他们的土地 包括 甚至于金门跟马祖 我想 当初给他征收 这个都是很低廉 这些我们都一并要把他纳进去 这个才算是 那你说 他为什么有一个时间的设限 在民国90几年 你为什么不推到 过去啊 在日本殖民时代 那时候未安户 我们应不应该把他们纳进去 我认为 这个都是转型正义的一环 那但是今天 他只有针对某一部分 所以说 你也让这个政治受难协会的会长 蔡会长 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思维 今天要做 我们就全面性的 不是只有单方面 我来做某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希望 这个今天这个促转条例 要好好的去考量 好好的去审慎 以上谢谢 谢谢林德福委员 我们这个 谢谢主席 好谢谢 我们程序发言到 登记到9点半 我们第二位请曾明中委员 谢谢 主席 各位委员 非常谢谢主席 今天本委员会要审查 促转条例 基本上我的意见是 民进党已经正式执政 正式执政了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以台湾 优先经济第一 这个前提来推展各项的施政 我们看看目前经济的情况 非常的低名 连林全院长都认为保一有困难 恐怕是做不到 最近国内的研究机构 还一直往下调经济的成长率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行政院要救民调 要救院长的民调 最重要是推动 有关有机于国际民生的经济法案 才是根本之道 但是假设今天本委员会 要继续审查 会赞成 我们看到贵党促进转型 条例草案的总说明里面提到 促进转型是 我国民主过程当中 未敬之夜 几十年来 期待处理的转型正义 无论是历史尊项 或者促进社会和解 等功成浩大 百会待举 写得非常好 我也非常赞成 但是假设要促进转型正义 不可以选择性 要做 做得彻底 过去其实民进党也执政八年 也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真正要促进转型 我赞成 但是不可以推动 选择性的促进转型 不可以只有现在列举的这四项 包括319的枪击案 包括金门土地的问题 包括原住民土地的问题 等等 还有刚刚 林伟人提到的 魏安兔兰等等 因为既然你的提案说明里面提到 百会待举 那就开放给全民来提案 把一些比刚刚这团案内举的事项 更需要转型正义的部分 让全民来提案 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促进转型 也可以达到民进党提案的 立法意志跟提案的说明 谢谢 谢谢曾明宗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先进大家早安 我想刚刚我们的林德伟委员 特别提到 经过这五场的一个公厅会 很多的学者 对于我们的促转 促转会 这个其实提出了很多的一个提醒 包括很多的建议 所以在这里 我想我们也整合了很多专家学者 他们所提出的看法 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做出一些提醒 第一我们认为呢 在这个草案当中呢 将政党的财产推定为不当的 不当取得 其实这就违反了宪法上 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 再来呢 因为这个草案呢 我们也不希望让很多的外界认为 我们立法院其实一直不断的在扩权 甚至有违宪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草案当中 他也提到在没有司法的授权之下呢 可以进入到公民的居住所 包括去做一些调查 还有做一些的勘验 我们认为呢 这是侵犯了人民财产权 这是完全侵犯 危害了我们整个宪法的人权的一个保障 再来在转型正义的措施当中呢 其实你现在的组织 还有现有的档案管理局 228的基金会 包括我们国家档案管理委员会 等等现在的这些单位的法制还有组织的一个机构 其实根本呢我们觉得是跌床架屋 跟现在很多的机关呢都是重叠的 那民进党政府呢现在已经是完全执政了 如果呢认为有一些的缺漏 包括有一些的这个移转不实 事实上可以从总统行政院长到国安会秘书长 国发会主委都是可以立即的来处理 那其实像白色恐怖的档案 包括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修改我们的档案法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来解密 有没有必要再来另定一个专法 这是我们大家所要提醒的 另外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国赔法 还有刑事的补偿法 228事件的处理以及赔偿的条例等等 这些相关的转型正义的法律呢 不需要再以促转条例的框架来立法 所以呢我们所称的贫富司法的不法呢 在我们线下呢已经有戒严时期 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规范 与回复的这个条例呢 事实上是有这个跌床架屋 这样的一个感觉啦 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提醒 有关于开放政治的档案 那么民进党现在执政之后呢 要求国安单位要提供政治档案的一个资料 那么至于清除威权象征以及不义的遗址 现在民进党的执政呢 也不需要成立这个促转会来做处理的 行政单位现在呢 其实就可以来处理了 例如过去陈水扁时代呢 他就曾经把中正纪念堂呢 来改为自由广场 我想我们这些呢 我们是希望呢 在立法院呢 我们还是希望在现有的一个体制之下 我们已经可以去运作很多的事情 有没有必要我们再另立一个章法 让外界觉得立法院不断的来扩权 甚至有违宪 这是我们再次的提醒 谢谢 好谢谢许淑华委员 接下来请林维州委员 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那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针对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这个提出到一直到现在 我看到两个现象 第一个是民进党的部分的现象 就是说非常的急切 一定要在这个会期 无论如何要让它通过 这个焦虑感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评论 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在这个会期 通过这个促进转型条例 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要检视那一段历史 从民国34年到民国80年 这段时间那么长的历史 要去把它检视 要把它做历史定位 把它重新再转型正义 这多不容易 但是他们想要在 这个会期就把它通过 这个焦虑感我不懂 现在国家百费待机 两岸关系降到冰点 我们的经济情况 我们的店 我们的各种议题 非常急迫性的那么多 不去做 而来做这件事情 我实在是 这个我想不通 那不评论 国民党这边也有一个焦虑感 非常的焦虑 我讲我个人就好 我不知道我在反对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来 逐条来讨论呢 民进党的朋友也一直告诉我 你们就每条都拿出来 讨论有意见就拿出来说就好了 因为我一直焦虑 不知道在焦虑什么 我后来想了几天 终于想出来了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我们不知道从何反起 那原来就是说 他从题目 从立法一直开始 我们就觉得很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从题目我们就看得出来 促进转型正义 如果说是要促进真相调查 我想大家就比较能够进入状况 因为真相 是有一个客观标准 但是正义 请问各位 正义 你认为正义 这是一种价值判断 这法律要变成 来做 对那一段时间的价值判断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 不是那一段时间里面的 国民党 也不是那一段时间里面的 加害人 或是被害人 我也不是被害人 那针对那一段时间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如果要调查真相 我们绝对赞成 恢复到 包括赶快保护档案 让这个档案 要保护下来 然后来让真相呈现 让两讲 回归到 那一段时间 他们执政时期 所应该要得到的 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 公平的评价 这个我们赞成 我们支持 但是 如果是一开始 就设定 不正义 不正当 那我们真的不知道 要如何面对 老兵 最近我们大家知道 老兵的问题 那一段时间 如果是不正义 不公平的时间 但是对很多人 对老兵来讲 老农民来讲 他可能认为 那一段时间 是差的美好时光 那我们要用一个法律 来摧毁他们 对那一段时间的想象 我觉得这个不是 法律所做得到 更不是 在行政院 下面生一个三级机关 有调查权 有司法权的调查机关 所能来做的事情 谢谢 谢谢林维州委员们 接下来请王毓民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大家好 我想今天 我们看到 民进党 今天排 促转条例的一个审查 但是呢 所有的版本 只有一个版本 就是民进党的版本 我们要问的是 民进党到底在急什么 为什么这么的着急 难道是急着 又要来进行另外一次的 政治的斗争跟清算吗 不当党产条例 快速通过 还不够 所以促转条例 也要冲着国民党而来 所以要快快通过 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如果促转条例 真的如大家所说 这么的重要 我们想要还原一些历史的真相 那我在这边 也要请教我们民进党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可以独审民进党团 一个版本 如果这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们行政院的秘书长 在这边 法务部部长在这边 我要请教的是 如果促进转型正义 是这么重要的工程 为什么行政院 没有版本 别忘了 我们看到现在的版本里面 我们赋予行政院 非常大的权限 他们所设立的委员会 权力无限大 权责一定要相符 如果将来行政院 要扛起这么重大的工程 在这一件事情上 为什么不敢提出自己的版本 不敢表态 这是第一个 我要提出来的疑问 我想行政院待会我们 如果开始讨论的时候 必须要回答 这么重大的一个工程 我们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 我们要追求整个社会的和解 政府 新政府 一定要有它的立场跟想法 也一定要有版本 第二个 如果要追求历史的真相 怎么会只有34年以后的历史真相 34年以前的历史 34年以前 不当被对待的 包括我们的未安妇 这些议题 通通都不用追究了吗 当时 日本 在领台湾的时候 发生多少不公不义的事情 通通都不需要追究吗 在工庆会的时候 也有我们的学者 就指出来 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讨论 那你整个的 时间 你应该要追溯到 本法施行前的 统治台湾及领岛的政权 当时整个 通通都要一并的 来讨论才对啊 另外一个 今天我们看到 现场非常多 原住民的委员 我也要帮他们讲一句话 为什么讨论这么重要的 一个法案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更是过去我们看到 很关键 很重要的议题 而面对这样的议题 为什么今天我们独独 只讨论 民进党提出来的版本 其他的版本呢 其他就本席了解 还有五个版本 也通通都在委员会啊 要讨论 就通通都来讨论 在时间上 我们要拉得更长 在对象上面 原住民 朋友 过去 他们在土地正义方面 被剥夺的 这些事情 一定要放进来讨论 所以 本席这边的建议是 第一个 行政院 最好是要提出版本 不可以回避 因为这次大家 如果社会有共识 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是只冲着国民党而来 那就行政院请提版本 第二个 原住民委员 他们的 转型正义问题也很重要 请排进来并讨论 另外一个 在时间上 绝对不是局限性的 自己设定所有的威权 是从34年开始 要 就一并 从日本 占领台湾开始 一位年的时候 就通通开始 一并来讨论吧 以上谢谢 好 谢谢王玉民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 高金素媒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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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位 我想在这边有几个问题 想要提醒大家 也要请问一下招位 我想待会可能需要 招位来解释一下 今天为什么只审 民进党的版本 我们目前有非常多的版本 都已经到了委员会 为什么今天 独独审民进党的版本 希望招位待会对 原住民的族人 以及台湾的所有 关心转型阵营的朋友 做一个说明 第二个我要提问的就是 今天招位的立场 到底是您个人的意志 还是整个民进党团的意志 还是最高指导者 小英总统的意志 我想原住民族的朋友在看 原住民的朋友也需要 民进党的朋友 给原住民的朋友一个说明 第三 我最后再提醒民进党的朋友 你们曾经说 国民党在立法院是多数暴力 所以有非常多 你们认为非常好 非常正义的法案 因为多数的暴力而被阉割 今天民进党的朋友 你们已经是最多数的执政了 而你们居然用你们曾经被被害的这样子态度 加害于现在曾经用双手拥抱着你们来到台湾的原住民的主人的朋友 我想身为一个原住民的民意代表 身为一个被原住民选出来的在国会地方上的大意识 我是心痛的 而且我是伤心的 如果台湾我们在立法院 未来都是这样如此的政党的恶斗 我不相信台湾的和解 台湾的爱在哪里 所以我希望民进党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你们曾经是被害者 而你们如今用被害者的态度来加害最少人在立法院 最少的八位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点点的过分 最后我要提醒在立法院原住民的族人 包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们只有八位的同时 应该算是有史以来最多立法委员的席次 如果我们这个八位没有办法在立法院 把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放进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八位是无法对原住民族的主令交代 谢谢 好我们现在 等一下这个主席的发言结束一并回答 我们现在谢谢 我们现在发言登记截止了 然后 截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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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定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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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还要继续发言吗 没有这个还要继续发言 各位委员 促进转型正义 今天的事实上整个立法院的版本 不是只有今天民进党团的版本 总共有五个版本 目前所听到 所知道的是五个版本 已经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安排过巡打的 只有三个版本 还有另外两个版本 应该要安排巡打 应该要先安排巡打 才能再考量谁优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规定 政府为办理原住民族土地之调查及处理 因设置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员会 其组织及相关事物 不是只有组织 所以不要去推给行政院组织法 因为它还包括如何调查 就是它的相关的事物 如何调查 所以 我们原住民族的立法委员 总共有好几位 包括全部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很多的立委 23个 提案 我们在105年5月4号 就提案了 促进转型争议 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的草案 如果我们看蔡英文 在去年8月1号 所宣示的 所提出的 所谓的原住民族政策 他特别说 唯有正式历史伤痛 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解 与转型争议 所有蔡英文的谈话里面 有提到转型争议的 就是在原住民族的部分 那为什么 如果我们再起舍好了 到底要优先审查 民进党团的促转条例 还是要优先审查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因为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 已经在94年 2月就公布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已经11年多了 这个国家已经违法11年多都没有为原住民族制定 这个土调 也是传统领域的一个回复的条例 11年多了 国家已经违法11年多了 已经带斗11年多了 所以如果要谈 既然这么多法案 五个法案 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对象 当然要先处理 要先审查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希望我们的主席 希望民进党的各位先进 能够支持 先优先审查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以上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高路医用委员 谢谢 主席 各位同仁 好想拿这个 好 我要讲的是 我底下这个板子 其实是临时把它贴出来 因为当我们知道 现在民进党 我们的司法法治委员会 要去审的这个转型正义的 促转条例里面 只有民进党党版的这个促转条例 其实我们原住民族是非常的不高兴 我想试问一下民进党 当你们在党外的时期的时候 有多少的原住民族跟你们站在一起 可是为什么 当你们现在完全执政的时候 却要把原住民族抛在脑后 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们要反省 就真真切切的反省 如果你们要道歉 就完完全的道歉 今天8月1号 我们蔡英文总统说 要跟原住民族道歉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民进党 所要推出来的这个促转条例 完全没有原住民族 我现在 我要代为去跟大家报告 分享一下 这个是原住民的年轻人的 这个一个组织 原住民青年阵线 他们就在这两三天 去收集了 非常多年轻人的声音 不管是原住民族的年轻人 甚至是 非原住民族的年轻人 他们有话 想对蔡英文总统说 他们有话 想要跟 我们的招委 段委员说 这里 有一个是非原住民 他说 我支持转型正义的立法 但是应该要包含 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 因为我认为 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 身与权力都应当受重视 与维护实践 好 这边 是一个阿美族的年轻人说的 他一样同样的支持转型正义立法 但是也应该包含 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 因为转型正义 如果不谈原住民族 就只是殖民政府 在打手枪而已 还想告诉全世界 我手枪打得很好 再来 这个是汉族的朋友 他认为填写这张卡片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意义 他其实充满了这个疑问 因为他认为我们这块土地的历史 太过不透明云有曲 希望民进党能够重视历史 所有部分的真相与重视 先有真相才有讨论的 余地谢谢 再来就是 这个是给段委员的 他认为需要段委员再深入考量 原住民族的历史与正义 一个伟大的国家 从来不怕困难 再来是汉族的朋友 转型正义不应只谈1947之后 是所有在台湾历史上的伤痕 都必须被面对 接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汉族的朋友 请好好的听听 参考一下 什么是历史正义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跟脉络 再来 在台湾的土地上 每一个族群都应被重视 原住民也是家人 这个是汉族的朋友说的 转型正义不应该排除原住民 原住民需要恢复权利 转型正义不应该 任何 不应该被任何议题所框建 它是属于2300万人的转型正义 就是更高的视野 分间段进行的转型正义 再来 政府应该正视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 才能使迫害不再发生 这个 这个是阿美族的 他说原住民族很棒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社会 可以了解我们 尊重我们 而我们也是乐于分享我们的文化 各民族都应该被公益对待 这边有一百多张 我要讲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要提到转型正义 不是一个选择性的正义 如果说你们要提 转型正义的这个版本 我们现在电视上 有很多原住民在看电视 他们也知道说 现在民进党的转型正义 是排除原住民 请问一下8月1号 我们蔡英文总统 他要跟原住民族道歉 请问一下 如果这样的道歉没有意义 转型正义排除原住民族 道歉没有意义 请问一下 你们怎么达到 这样的一个和平跟和解呢 现在是一个年轻人的组织 在发起这个行动 他只是原住民族的 一个民间的组织 接下来还有更多组织 现在正在串联 麻烦转型正义 在推动在审法条的时候 看一看原住民的心声 听听原住民的心声 谢谢 谢谢高路委员 接下来请柯建民委员 主席 葛珂委员同仁 我刚才在底下 聆听 葛珂委员的高见 我在这里在做一个 我们作为一个 法案的提案者 一个党团 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刚才高路委员有谈到一句话 伟大的国家 不怕面对困难 但是应该进一步隐身 伟大的国家 碰到困难 应该去面对 要去解决 这是本党的态度 也是小英主席 我们会勇敢面对 所有一切 今天我在这里谈的就是说 刚才这个 我们都知道 国民党今天 董珂委员来 所言论一致 从第一个开始讲说 这个是东厂 然后在讲半天 林文座委员 这个我们也同意 但是呢 其实 所有的国民党立场 今天动员来这里 就是要组绕这个法案的进行 这个法案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循达 我们会开公议会 昨天也开 所有要怎么讨论 我们都接受 但是我在这里 要告诉所有的 我们在场的立法委员 尤其国民党委员 历史正在看待这一刻 请大家发言的时候 要贬持你的 对历史的看待 转移正义不是民党创设 转移正义是国务继承 不是 联合国都在做 全世界都在做 所以我们在 这一次有机会 大家共同来面对国家问题 我认为 大家应该 只有法疗上面有任何要改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要澄清一点 就是说 大家比较大会误会 包括刚才我们所有原住民委员 所谈的 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问题 转型正义 这个我们这样这个法 出行转型正义条例 这个是从民国三十四年到民国八十年 也就是未前时期的转型正义 各位 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期里面 多少人 在不公论司法审判 乃至于人权破坏 家破人亡 所以各位 我们要重新来面对这段历史 在这个时候有一块 有一区块就是原住民转型正义 我们当然要面对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社会法治委员会 也把所有的 包括政策案委员 包括 包括活动委员 所有的时代力量 所有版本 有关于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部分 也弄一个委员会 在专门在审判 处于原住民转型正义 那今天我要在这里面对 告诉各位就是说 事实上有些资讯要让大家彻底了解 转型正义 当然不分族群 转型正义绝对不分族群 包括原住民一乎如此 只要在未前时期受到迫害 当然都是要处理啊 但是原住民转型正义有结构性的问题 它是一个我们历史上要共同面对一刻 所以我在这里讲 蔡总统 他要8月1号向原住民道歉 同时要成立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 同时要把这个要点都公布出来 也就是说这一块 用总统高度来处理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所谓未原实义的转型 和有关原住民的部分也是一样 但是各位 我们要了解 大家讲了这么久 恭喜国民党执政多久 有没有处理这一块 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一块 包括很複雜性的问题 原住民所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 就第一个 原住民自治法 原住民基本法 有三个法大家要看待 原住民基本法 原住民自治法 然后涂海法 这才能够处理 用法律问题去处理 这三个法大家可以好好面对 就是说国民党执政这八年 到底有没有处理 那这些法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那一部分 要用法制面去处理 当然最高位最上位的 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部分 促进委员会 总统在8月1号会公告 那我们现在立法院在审查 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部分 也曾经审查过了 也群查过了 所以我们会面对所有的问题 今天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要真的要面对台湾过去 我们应该处理的部分 转型正义是这一届 我们所有立法院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所以不要因为说 把很多问题夹杂在一起 你包括所有其他问题 当然其他法院来处理 促进转型正义调义 極限在民国三四年 我们先很清楚 威前十期到 在东北看案十期解除到80年 所以在这些所有的问题 难道不重要吗 难道这个历史 历史没有真相何来和解 我们包括这里面 也有真相和解小组啊 当然也有政治党案小组 也有平衡司法不公 这些不必处理吗 所以我希望说公共党朋友 我现在在这里很忠诚的讲一句话 就是说有关于不让党产 转型正义的部分 在时代浪潮上面 你们不应该跟民意站在对面 國民党要再重新站起来 在很 我们共同来处理这个部分 这才是符合民意的部分 我希望公共党整个邏輯上面 用很坚定的核心思考上面 要做一个改变 这才是公共党能够重新面对民意的时刻 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徐玉仁委员 下一位请林立成委员 请准备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大家早安 关于转型正义条例啊 我又以下几个看法 第一个是 台湾的经济状况 现在已经这么糟糕了 林全院长上任的时候 就说台湾GDP不保一 现在全球OECD国家的GDP是平均2.35 台湾连一半都不到 那第二个是出口连16退 那在两岸关系非常非常糟糕 降至冰点底下 我们有700亿的粗糙 目前都蒸发掉了 另外一直在缺点 我们的国家有更重要的问题要面对 我们的经济这么烂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边炒这些事情呢 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呼吁 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重要经济转型的危机 那在这个会期我不晓得为什么民进党要这么急的通过这个转型正义的条例 第二个我对于促转会的权限无限上纲 我个人觉得我非常有意见 尤其在对警察权无限的赋予他权利 让他可以到民宅去搜索 而且必要的时候可以扣押政见 在行政院底下成立促转会 成为转型正义的执行机关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符合公平公正独立超然 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待于评论 第二个事情是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 在德国转型正义经过15年的过程 6年的辩论总共21年的这个时间 转型正义跨足的最重要是教育 如何能够让下一代的台湾人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转型正义 不要再让红树株事件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在德国就连2015年还在重启转型正义的对话和讨论 如果一个西方这么民主这么先进的国家 对于转型正义这一个非常严肃 而且在过去二次世界大战有发生的事情 他们都非常的谨慎面对还有看待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执政党在急什么 民进党说它是最会沟通的政府 小英说他要沟通沟通再沟通 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在硬干硬干再硬干 转型正义不当党产 请问一下如何界定 什么叫做正义 如果有一方喊出我就是转型正义 那表示他认为对另外一方就是你是不正义的 你的财产是不当的 那请问一下这应该由谁去规定 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对话 我们的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们的国家要前进 我们的国家不要在这件事情上 不断不断的去制造分裂 许多的争议 我觉得应该拉高到整个宪法的层级去看 转型正义里面 许多该被讨论的东西 应该来去申请大法官釋线 重启真相调查 责任追究 损害赔偿 还有体制改革 谢谢 谢谢徐仁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林立常委员 下一位请陈一杰委员 请准备 主席 其实立常觉得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 不管是新住民 还是我们旧住民 尤其我们常常谈到原住民 那我们的转型正义 为什么 只能 现在民进党的版本 那我们的转型正义 难道 只为民进党去转型正义吗 我们转型正义 没有我们原住民吗 那立常刚刚也听到我们原住民的委员 非常生气的 非常气愤的 在讲说 为什么没有我们原住民 那我觉得说 我们身为 在台湾生活的这块土地 我是新住民 我非常感谢原住民 可以给我们 这么好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等一下呢 那我们的转型正义 难道只有在做这块而已吗 我们台湾的经济真的有那么多钱 那你现在整个轮转盘 转到哪一个政党 就来转谁的政党吗 我们要依我们现在的宪法 那如果真的要转型正义的话 要更厉害 就一次把大家 该觉得该转型正义的 都一并拿进来 拿进来 再来逐条嘛 因为每个委员 每个委员 都有在为不同的 自己的委员会里面 去为我们台湾的 不管经济也好 教育也好 还有我们所谓的族情也好 这些都有需要啊 那转型正义 如果要把它扩大的话 不管是威贤时代 难道转型正义 只有威贤时代吗 我们原住民都没有吗 那虽然原住民委员 可能在我们立法院里面 只有八位 那我觉得说我身为新住民 我的朋友有很多是原住民朋友 我看了很多原住民的纪录片 我每看一次就哭一次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委员 没办法去看到我们原住民朋友呢 那为什么硬要现在去谈这块呢 那您如果说啊 这个时候不同的 那为什么把都一样是转型 为什么不把它纳在一起来谈这一块呢 难道我们台湾还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钱耗在这里吗 我们的经济呢 我们真的要内耗吗 外面都已经在打我们了 都已经在跟我们在那边外斗了 我们内部还要在斗吗 我觉得说我们要拼经济了 该转的就把它前盘的转 没关系 不要定点的转 谢谢 好谢谢林立常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 陈一杰委员不在 请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 下一位是孔文吉委员 请准备 谢谢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 解决问题 转型正义 大家乐观其成 但是问题如何面对 如何解决 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 我们不是要延伸问题 我们不是要制造问题 我们要的是落实正义 而非选择性的转型正义 我们要的是维护民主宪政的秩序 而不是违宪而开民主倒车 照目前所提出来的条例草案内容 我们绝对是在开民主倒车 而且未来可能会有解释不完的宪法问题 民进党如果要有破例 要有决心 在他们所谓的两个急迫性的法案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还有所谓的促转条例 要的话敏干 不要偷偷摸摸的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这是重要的法案 行政院的态度在哪里 行政院的版本在哪里 这两个条例 这两个法案 都是民进党的优先法案 但是这个法案到目前 我们看不到行政院的态度 更何况 这样这两个法案通过了 下个会期的执行单位就是行政院 但是行政院会变成违宪的机关 院长会是一个违宪的院长 所以这些问题我不晓得 我们坐在这边的行政院的长官 你们心里面是怎么想 你们认为这比较急 还是周休二日七天假的法案比较急 你们认为这比较急 还是要解决我们的水电问题比较急 你们认为这比较急 还是要解决现在台湾经济 GDP不能保一的问题比较急 我们不是反对这两个法案 要的话就公开来明着来 行政院如果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产该处理 直接改名中国国民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我们接受我们也愿意来审查 如果认为促转条例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愿意来讨论 但请提出你的版本 因为我们不希望通过的是一个开民主倒车 违反宪政秩序的条例 那时候立法院会被讲是一个乌龙立法院 自己立一个法来违宪 那如果要这样子来违宪立法很简单 我们先修改宪法 那我们启动修宪法 把我们目前的五权宪法分立制的监察权 相关其他的司法权 重新做一个改革 全部放在行政院底下 行政院一个院包办 所有的法律权利行政权利 如果这个修宪可以通过 那我想我们今天要审的这些条例 通通没有问题 绝对可以办理 所以我不曉得行政院 有没有看到未来这两个条例之后 通过之后 你们到底要如何来执行的问题 我们在这边不是随便立一个法 然后就可以对后代交代 你怎么样执行 或许可能是未来我们更要对后代交代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转型正义 我们不希望是制造更多的不正义 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法治 台湾的宪政的发展 我想民营党贡献非常多 我们给他肯定 但是我们不希望民营党在此刻 最后开了民主的倒车 砸了自己过去以来 好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想这对台湾未来的民主发展 都不是正向的 谢谢 好谢谢江启臣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 请下一位 请廖国栋委员 请准备 主席 各位委员 今天我们有一个 原住民的青年的一个 这个政策会 他谈转型正义 小英道歉 不谈言明有何意义 今天司法法治委员会 要谈转型正义 刚才我们委员 他谈五个版本 那其中有两个版本 是我们原住民的版本 那今天要审转型正义 原住民的版本 为什么没办法排进来 这一个 我希望民进党 要跟原住民要好好的说明 那我刚才听了柯总召 柯总召还在这里 那我这个小小的委员 我要跟你表示抗议 你说我们原住民自治法 要通过要通过 蔡英文总统 8月1号要道歉 可是呢 原住民自治法 第六届 退回 借起不续审 第七届 退回 借起不续审 第八届 退回 借起不续审 三届 我们几个原住民委员 都拜托柯总召 拜托签字一下 你原住民自治法 你都不签 都不签 只好呢 退回重审 是不是说 必须要等到蔡英文总统 道歉之后 我们原住民自治法 柯总召才会签 那今天 我是要提啊 真的我是要在这边 六七八届 我们努力了三届 今天我们那么多的原住民委员在这里 连个人 现在我们不谈自治法 现在要谈原住民的转型争议 那你都不审 刚才我特别是听到了 几位非原住民的委员 我真的很感动啊 特别是代表我们新住民的林立常委员 他说原住民也是饱受 这个压迫的一个民族 为什么转型争议不提呢 之前我在行政院总咨询 我引经祭典 世界各国谈转型正义 哪一个国家没有把原住民摆进来的 澳洲的总理跟原住民道歉 加拿大的总理都鲁道 也跟原住民道歉 为什么也跟原住民道歉呢 因为对于一百多年前 那个被偷窃的一代 他们很多原住民的小孩子 都送到白人的这些技术学校 为这个事情道歉啊 每一个国家谈转型正义 是要转型成这个和解 跟转型成宽恕 宽恕才是我们谈转型正义的终点 而不是报复 不是仇恨式的 报复式的转型正义 哪一个国家 美国加拿大澳洲 全部都跟原住民道歉啊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做不到呢 今天我们既然 蔡英文总统要跟原住民道歉 那拜托 是不是先审我们的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里啊 特別提出来 光是为了我们原住民的打猎的问题 现在我要定一个非营利致用 到现在呢 民进党还是有一件 要拉下来党团协商 因为动保团体有一件 我们原住民在自己的范围 传统礼仪打猎 是我们法所不许的 每一位猎人都要判刑六个月以上 拜托 我们要谈原住民转型正义 先从原住民打猎的 这样一个合法前一再来开始谈 好 好 那请 李燕秀委员 因为她跟廖国栋委员换 李燕秀委员 接下来是林昌卓委员 请准备 在现场所有的院会同仁各位媒体大家早 刚听到很多不同党派各位委员大家的发言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促转条例 其实是急救张式的 包括清明党的高晋委员 包括新住民的代表国民党籍的林立禅 包括时代力量 我当然不知道 代表民进党的 这部分原住民的代表陈英委员 会不会也希望 这个促转条例要加进来原住民当时的 我们对他不公不义的地方 但是就可见到 可见这个促转条例是急救张式的 刚才柯建民总召希望国民党不要阻挡 我必须要希望更正 再补充说明一次 今天国民党在这边 不是阻挡促转条例 而是这个清算套斗争的版本 其实仍旧有许多疏漏的地方 既然要谈促转条例 我都认为应该好好的完整的来谈 包括原住民的部分 包括在1895年之后 在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之下 超过40万人 这个部分要不要还给台湾人公道 包括823炮弹的事件 包括人民土地被政府廉价征收这一块 我们要不要完整来去讨论 今天促转条例如果要过 我认为必须要具体的把这些都纳进来 那包括后续的配套措施如何来谈 以原住民来说 我们如果要把原住民拉进来的话 包括强行征收土地的部分 未来到底有没有配套措施 要谈 不是只过了这个促转条例之后 民进党就对台湾人民有所交代 我们不希望这个促转条例 通过了之后 造成更多的社会族群的对立 我们希望的促转条例通过之后 是真正的有办法得到社会的和解 我们现行有很多不同的法令 可以去处理很多相关的问题 如果这个促转条例 没有在一个稳定的法律基础下进行的话 我担心的是 现在这个行政院的大怪兽 未来会让整个促转条例 造成更多的社会对立 我们也希望 目前民进党 这个促转条例的版本 我要再一次的说明 不要只是清算斗争的版本 我们今天中华民国台湾 如果要真正的去达到社会的和解 族群的和解 那我们就完整性的 把所有的议题都纳进来讨论 这个议题 这个条案处理完之后 我相信才有机会 真正达到社会的和解 否则未来是不是每一次政党轮替之后 我们都要谈一次促转条例 这一次包括陆沛的六改四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未来也会有陆沛的部分 新住民的部分 认为这是对他们歧视 台灣社会要不要 对于他们社会歧视 要不要再促转一次 以上 好 好 谢谢李燕秀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廖 廖 张 林长佐委员 对不起 林长佐委员 接下来是张立善委员 请准备 主席大家好 我想民进党愿意在这个会期来推动转型正义 对很多民间关注人权 关心转型正义 已经很长久的朋友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期待的一个时间 但是现在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的现在这个版本 他的框架 他希望推的是框架立法 但是框架不够大 才会发生 刚刚大家所有在提的 你很多遗漏的部分 那如果他不是框架立法 而是希望是针对威权时期 或是独裁时期的转型正义 针对这个时期 人民被压迫的这个转型正义的话 我想名字就不能这样取了 我们直接简单讲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这个法做完以后 就会让人民以为 台湾的转型正义已经做完了 我想 包括现在的政府 马英九政府 陳水扁政府 李登辉政府 没有人敢说原住民族的事情不重要 可是实际的状况 就是变成不重要 实际的状况 当 我昨天有举 在咨询林权院长的时候 我有举 这个 ICTJ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的研究跟关注 它包括原住民族的 它也包括威权时期 人权受侵害的 这两个 我相信现在政府也不敢说哪一个比较重要 哪一个比较不重要 但是 实际上现在新政府上台以后 这两个部分的转型正义 我们就可以看到威权时期的这个部分 已经开了多少是工厅会了 原住民族的部分呢 我们再来讲威权时期的部分 我们当然很欣然看到 包括不当党产的部分 包括 现在已经这个 建在悬上的这个促转条例的部分 我觉得有这些进度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让人家知道 原住民族的也很重要的话 进度在哪里 昨天林全院长回答我说 我问他说 可不可以在8月1号的时候 你就同时推出跟原住民族 有关的转型正义的改革方案 你进度要出来 结果林全院长的回答是说 要等到8月1号委员会设立了以后 再依照委员会的这个调查跟未来的规划 我觉得很奇怪 那威权时期的怎么不用等 我们现在这个促转条例 威权时期的也有说要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啊 为什么不是等这个委员会设完了 然后再来规划 再来怎么样 跟原住民族一样慢就好啦 为什么今天 我们这个时间 原住民族 你就又说要等到这个委员会设立 国民党侵占国产日产的这个事情 从2002年 那个时候开始调查 开始公布 只要公布 可以去透过诉讼 透过任何的方式进行 政府从来就没有 不做 政府 那个时候政府可以做 就马上做 原住民族 的这个传统领域被侵占的这些 清澈 清到今年的1月出来的那一个 都还只是个研究报告 没有任何严谨的这个法律效力 然后我们说那 进度在哪里 我相信所有的政权都会讲 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很重要 没有人敢说不重要 实际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我要提的是啊 时代力量这边 我们有提两套法 第一个是框架 我今天讲的这个绝对是程序的部分 我绝对不再讲内容 就是 我希望招委可以确定 我们今天是要讲框架的话 框架立法的话 时代力量有一套非常完整 没有切割任何一个族群 完整的关于面对台湾这个历史转型正义的这个框架立法 如果 招委你今天要针对的是 威权时期转型正义的这个进行的话 时代力量这边现在也有一套 真相与和解的这个条例 他也针对 转型正义世界上公认的四个这一个过程 真相调查 究责 赔偿名誉回复 权力回复 以及除够 清清楚楚的 我希望招委可以确定我们今天到底是在做什么 然后 也希望招委跟其他执政党头僚讲清楚 转型正义 从头到尾民进党到现在都不敢说原住民族的不重要 但是 我们现在紧接着8月1号 这个 蔡总统就要道歉了 他会不会成为史上最廉价的道歉 我们要看李总统 陈水扁总统 马英九总统 针对威权时期 针对228 每一次都道歉 都还是被民间批评喔 即便 都已经搭配了很多关于228 跟这个白色恐怖时期的相关的这个条例赔偿等等 这样的道歉 我们都还是不满意 结果原住民族在8月1号 那一次的蔡英文总统的道歉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跟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改革进度时间表出来 那这会是史上最廉价的一次道歉 要拜托招委一定要告诉执政党的同僚 好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绝对不能被边缘化 好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 下一位是廖国栋委员 因为跟陈寅委员换順序 跟那个李燕秀委员换順序喔对不起 好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我们在这里针对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来提出很多的意见 我特别要讲 也就是所有的全民啊 用了将近七百万票 来支持民进党今天能够全面的执政 全面执政的同时呢 我们没有看到民进党针对民生经济 在做任何的努力 而是看到利用执政的权力 来行政治追杀政治斗争之使 所以呢 今天本席啊非常的心痛 我相信全民都在看 今天啊 竟然用这么多的民脂民膏 浪费所有委员的时间 针对转型正义啊 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商 甚至呢 本席认为 我们刚刚柯总召所言 全世界都在讲转神 转型正义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全世界讲的转型正义 是希望隔绝共生 是希望能够共存共荣 而是我们今天讲的转型正义 是走回头路 而不是往前看 所以本席认为啊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转型正义 包括东西德在内 当他们打破柏林围墙的同时 他们已经放弃对立仇恨 而迎向隔绝共生 所以今天看到德国 工业之能够在国际上 能够傲视全球 我相信 这就是隔绝共生最大的目标 甚至我们看到 黑人总统曼德拉 他之所以能够放弃族群歧视 才能够赢得啊 赢得啊 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今天呢 我们应该全部啊 不分蓝绿 迎向隔绝共生 而且 我们非常难过的 非常遗憾的 也就是这一个月当中 民进党执政满月 我们看到他民调已经往下降 甚至到死亡交叉 所以呢 也就是民众对于 目前这一个月的执政啊 大家疑虑很多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不讲民生的 这个经济的提升 而是呢 针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有针对性的针对 国民党这个政党 甚至 我们还要自费武功 把唯一在国际 有人道救援组织的红十字会 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人权主张 保障人权的这个红十字会 给他废除 甚至今天啊 假转行正义之名 行政党斗争之史啊 绝对不是全民之福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无论是蔡英文总统 林权院长 都能够 带着全民啊 2300万人啊 迎向这个国际 目前非常危急的情势 但是大家能够让台湾在国际地位上啊 有立足之地 而不要再做内部的这个内耗政党的斗争 希望今天的转行正义啊 真正能够秉持啊 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原则 为求全民啊 能够共存共荣 大家能够有好的生活可以过 感谢大家 好 谢谢张立善委员 我们下一位请廖国栋委员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关于这个 缩转条例这件事情啊 已经经过了将近半年的这个时间 其实所有的相关的法案 在过去的16年 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处理了 包括228的这个基金条例 这个戒严时期的不当审判的基金条例 统统都有了 我有时候在想 我不知道这个促转条例真正要处理的是什么 还有什么需要处理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真正要处理的公平正义的事情 是原住民的权益 是原住民的权益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 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党版的这个促转条例里面啊 没有涉及到相关的重要的 现在国家社会真正面临的 需要的一个转型正义 是原住民的权益的部分 当然我们看到总统在 这个选举的政见里面 奴隶的非常多 非常多的内容 都谈到了原住民的 未来的转型 正义 损害的回复 但是我们指纹楼梯想啊 没有人下来做 到现在为止 总统部也没有什么动作 所以我们分别提了几个案 当然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思维不同 目标也不同 所以有的人希望在监裁院 来设置相关的原住民的 权利回复 有的人希望在总统府 来设置 也有的人希望是在行政院的 目前的促转委员会里面 来增加原住民主相关权益 损害回复的这个内容 但是一样的 我们都在谈整个过去 国民党执政以来 国民党到台湾以来的 短短的四五十年的事 却没有谈过去 几百年来 原住民所遭遇的 不公平的 不正义的 相关损害的 赔偿的事业 个人这次强烈的表达 遗憾之外 我希望 我们整个国家社会 应该要更谦卑的 来面对原住民的 权益的损失 跟回复 这么重要的议题 应该要 列为 最为 優先 好 谢谢廖国栋委员 我们接下来 请陈寅委员 陈寅委员 之后请王惠美委员 请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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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上来发言 我的压力应该算是最大的 因为身为民进党籍的原住民立委 也是民选的原住民立委 我今天在这边的发言 我压力真的很大 今天民进党等一下会提这个说明的这个立法说明的修正动议 有特别强调如何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在这个促转条例里面定位是怎么样 好内容细节是怎么样 那我想我对于这个立法动机是肯定的 过去国民党从来都没有提过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但是今天大家都在说在座的每一位国民党籍的立委都很积极的在讲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但是过去你们执政了这么久只有好取掠夺我们的土地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要回来 威权时期国民党的党产我们原住民贡献良多 到现在还有我们的保留地被国民党占用 或者用相当贱价不到一元的这个价钱来租用 228也有不少我们原住民的受害者在里面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两大党国民党民进党从来都没有人注意 没有人注意到我们228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个促转条例来还给我们公平正义给我们安慰 刚才林维州委员他刚刚特别提到各党有各党的焦虑 国民党怕党产被清光民进党怕没有把握执政的这个机会讨回威权时期被破坏的公道 而我们原住民的焦虑是我们没有搭上这一波列车 到底我们还要等多久才会轮到我们 我们对国民党没有信心对蔡英文有期待 也希望8月1号的道歉不是幌子 原基法没有落实很多部会都不买单 所以更不用谈土海法和原住民的自治 我们需要促转条例来还给我们正义跟权力 我在这边我要肯定小英8月1号要向我们原住民族道歉 但是总统府离我们很遥远 我们已经被遗忘很久被骗很久 我们不想再等待 民进党请诚实面对 如果只想处理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 就修改这个我们促转条例的这个名称 不然我们就把时间拉长把原住民纳进来 那我也请国民党诚实面对 过去害我们失去土地 失去文化 失去语言 失去工作 你们是最大的凶手 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 请问我们大家一起面对 把真心拿出来 不要把原住民 只是拿我们当做一个政治拉扯的筹码 请在这个促转条例不要忘记我们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最后一位王惠美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转型正义如果操之过早 难免会避免造成所谓的二度撕裂 那转型正义可以透过很有智慧的方式来处理 设法把过去的恩恩怨怨反转为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能量 我们回顾二二八事件转型正义的一个珍贵的一个经验 可借转型正义的过程来愈合社会的一个伤痕 循序渐进的去发展社会的一个共识 让过去不同思维的人 能够转向彼此的疼笑 那我想过去的蒋家威权 党国体制跟白色恐怖 绝对是要被追究的 但我们终点是想要通往仇恨吗 同时最不及轻弩是我们的基本人权 现在的国民党党员不管是立委或者是党工 他们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吗 就连民法的恶法负债子环都已经走入了历史 通过一步只要你是国民党的党员 你就一辈子永远抬不起头的针对性法令 有它的正当性吗 清算之后世的一个国民党才是转型正义 我想应该是反省过去国民党的一个罪行 将避免将来任何政党在堕入所谓的军国主义 才是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的层次不是在羞辱 而是在真相跟和解 那在我们的这个第五次的公听会上面 民进党推荐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 的互助会的蔡玉隆会长她也说 她认同民进党草案的一个精神 但是对于民进党他们的立法的一个动机 她是存疑的 那她认为她这只是作为全面执政 只是作为政治斗争长期执政的准备吗 台湾还是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去做的 这是我们在第五次公听会里面 我们的这个蔡玉隆会长她所说的一些话 那本席呢在这边也要稍微问一下 民进党真的立法行政院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们所看到的你们只是放任着这些委员们的提案 而不是行政院的版本 这是不是暗示着我们蔡总统啊蔡政府啊 其实她是不想卷进来的 那我看也很多的委员一直在讲所谓的这个 那个德国的一个转型正义 那转型正义在纽伦堡大省 它是省所谓的战犯 而不是省战犯的一个欺奴 南非的真相调查是以和解为前提喔 那我们也很怀疑说 行政院我们立法委员 我们立法院通过了这个版本之后 行政院真的能够执行吗 有那么多的违宪 还有一些法律的一个进和问题 真的能够执行吗 那另外我们总统府也要设一个促转的一个正义 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到 总统府相关的一个会议的一个结果 再来确认我们这一个转型正义的法律 才不会说到时候 跟总统府的立论点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要再修法一次 以上 好 谢谢王惠美委员 那么我们登记发言 包括这个程序问题 包括会议询问的二十位委员 都已经发言完毕 那么等一下主席就在主席台一并回答之后 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 那么就进入主条 那我跟大家说明 我已经宣告过 我在各位 对不起 请坐 请坐 让我说完 让我说完 我在各位程序发言的时候 或者会议询问之前就已经宣告过 今天的程序 等一下各位可以听录音带 好 让我说明 各位所提的各种问题 其实我在这边并不代表民进党 也不代表民进党党团 但是我作为主席我要说明 我排这些案子的原则 我跟各位强调 我在主席台所做的承诺一定算数 我上一次在排这个 包括时代力量党团的历史正义 全力回复法草案 还有郑天才委员的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就有承诺过 原住民的问题我一定会处理 那我为什么不把民进党党团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跟这些法案排在一起处理 我跟各位来说明原因 现在我们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交付到司法法治委员会的 各位所提到的这些法案 除了民进党党团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它的时间是从民国34年到民国80年 之外呢 包括郑天才委员等23人所提 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土地条例草案 这是处理原住民族的土地的问题 这个要成立这个土调会 因为它的范围非常之明确 那其实跟转型正义其实是不相干 大家有一个逻辑的前提 那个逻辑前提是说 促进转型正义就是在威权统治时期 的转型正义跟原住民的权力回复 这个权力包括土地 包括历史 这个权力回复是禁合的 是冲突的 是互相不相容的 这个逻辑是绝对是错误 这个逻辑绝对是错误 在促进转型正义的这段时间 对不起喔 我刚才坐在主席台喔 听二十位发言 我都很认真的听 所以也请各位让我把 你们要问我的 我的处理的原则 我现在跟大家 花点时间说明 请大家有耐心喔 在这个促进转型正义 在这里面包括 这个郑天才委员所提的 这个民国三十四年 这个如果被这个 这个土地啊 如果从日产变成党产 他也应该被做 但是如果变成国产的部分 那是另外要处理 那个其实跟这个转型正义 的条例要处理的范围 其实是不重叠的 也就是说在民国三十四年到民国 到这个威权时期 包括各个族群的受害 包括财产 包括生命 包括自由 包括法律影响的权力被剥夺 包括统治者利用这样的 这个时期里面所掌握的权力 欺凌所有不分族群的人民的 这个事实都应该被回复 那至于原住民族的部分 它是一个更高位阶 它是一个更复杂 它的时间更长 它应该要另外处理 这里面包括土地的问题 包括历史正义的问题 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现在在委员会的各个 这个跟原住民族 或者是跟其他的这个 这个叫做 历史正义相关的法案 除了刚才政天才委员草案之外 另外 时代力量党团的历史正义 权力回复法草案 从1624年开始起算 那么这两个是在委员会已经报告过了 然后接下来是在委员会没有报告的 陈寅委员等17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这个陈寅委员的提案是在 援助民党版本里面加一组 就是处理援助民族的这个转型正义事项 但是呢 这个其实在援助民族在这个转型正义里面 只要不是不分族群的处理 所以跟这边转型正义相关的事情 本来就不言自明 也不会说转型正义处理了 就不处理原住民的权力 在这段时间被侵害的问题 这当然不可能啊 所以陈寅委员的部分 我这次没有排进来原因 是因为 如果排了怕其他人误解说 你这个原住民族就这样就交代完了 当然不是这样啊 然后接下来 廖国栋委员的也还没有报告 廖国栋委员等27人 促进转型正义外来政权 援助民族时期 援助民受损权力回复及补偿 条例草案 是从1582年 这个比时代力量的党团还要再早 这个42年 然后一直到这个条例生效为止 这个时间超过了这个400年 然后最后一个是亲民党党团 包括跟这个高金素美委员所提的 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尊严恢复条例草案 这个是从1624年到1987年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是民进党党团的这个版本 其实它的时间非常之明确 从民国34年到民国80年 从战后一直到动员开乱时期结束 这段时间所发生的威权统治侵害人民 那援助民族的问题是包括从过去日据时代之前 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发生 那这个部分难道我们去处理了 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之后 援助民族的权力回复 跟土地的正义就不处理吗 当然不是啊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想包括高金委员 包括这个政委员在内 我们过去曾经上一届在内政委员会 我的态度各位都很清楚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也不要提 过去这八年到底那个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心里面都很知道 包括在这一届 而且如果各位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都可以看到我对现在的行政院的要求 都必须要对自治法跟土海法 要做出 尽数要做出回应跟处理 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跟各位承诺 再一次跟各位说明 说援助民族的权力回复 包括土地正义 如果把它摆进这个转型正义 其实两个条例会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范围 一个是有的是超过四百年 然后有的是跟现在 就是说这个前面的这个统治者相关 所以他其实他的范围 他要处理的标的 其实差距很大 我觉得援助民族的问题 那个位阶比我们现在要处理的 威权实际的转型正义 还要更高 那对不起让我讲完 让我讲完 那我在这边跟各位承诺 这个部分我既然做过承诺 我就一定会处理 我跟各位保证 说处理了威权时期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 绝对不会因为这样 就跟援助民族的历史正义 跟土地正义 发生禁合关系 通通都会处理 只是各位可以想象 我们要处理一个四十六年的事情 就要花各位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那边提出很多 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建议 我们要去处理一个超过四百年的事情 难道我们不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我当然很急 我们过去的八年浪值了 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不要再浪费 接下来各位的阴阴期待 好 我的说明到 跟各位做一个这个 我的态度的说明 所以我再一次的跟各位保证 我会在最快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 因为我不晓得说 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包括还有陈雪森委员 他有提了一个什么 什么占地政务的这个要 这个这个这个 那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到司法法治 或者这个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 我们我们也一定会处理 对啊 亲民党团有啊 我刚才有念过啊 所以这个部分我跟各位保证 说我既然是司法法治的这个召委 我是这个会议的主席 我跟各位做了保证 一定算数 我一定会处理好不好 好 那这么我跟各位的说明 抱歉召委 我们可以不可以 我们都已经很安静听你讲了 我相信全台湾全世界 重视转型正义的朋友 都在听到您刚刚一句话 包括本席 我觉得我们都不会有意义 你觉得威权时期的 我觉得威权时期 在这边不分党派 本来就是要正式面对问题 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说原住民的问题 因为很大很重要 所以呢 没有办法一时直接谈 我要抗议的原因是因为 就像大爆社事件 他已经被转了五次 他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边发言 我希望不要有情绪去发言 让我们用历史的真相 还有真正的转型正义的态度 全台湾的转型正义的态度 我必须要说明的是 台湾的历史 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 从威权时代开始 所以我跟搞入委员版本 从最早就开始谈 我都同意刚刚赵伟所说的那一段话 我也希望在场的立法院的委员们 包括国民党的委员们 把我们的心胸打开 如果台湾真的是要族群和谐的话 麻烦一下 绝对不是只有讲威权时期 我也相信国民党的委员 你们应该同意 威权时期的历史 你们一定要面对 而且一定要欣然的接受 欣然的道歉 但是我现在讲一个例子 如果按照赵伟刚刚说的 原住民因为重要 所以不应该先谈吗 这是我要提的问题 第二 原住民的很复杂 因为他的土地 不仅仅是威权时期 而刚刚我们的党编科总装告诉我说 在这个促转条例里面 我们也有谈到 就是从威权时期 原住民的权益如何受损 原住民的土地如何被掠夺 很对 我都同意 谢谢你们愿意把这个放在 所谓现在你们的版本 但是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总执行所说的 大报社的案子 它绝对不是国民党来的时候 从国民党的手上掠取我们的土地 而是从日本时代就开始掠夺了 而我们如果这段历史 不放在促转条例的时间点的话 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呢 我们如何告诉我们现在的民进党同志说 麻烦一下 我们这是从大报社的族人手上掠夺的 所以国民党政府来的时候 漂白了 然后呢 又变成了现在的所谓的大板根的温泉游乐区 被漂白了五次 如果在我们的初转条例里面 不把时间延长到那边 请问一下 这个时间点怎么算 而大报社的这个土地被掠夺的事实 难道可以被处理吗 所以我在这边 我希望民进党的朋友 尤其是今天柯总招在这边 您刚刚所讲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条例 是威权时期 我同意 那麻烦你们就不要讲转型正义 就如同刚刚时代的 Friday说的 会让台湾所有人认为 转型正义就结束了 那如果 赵伟同意我的说法的话 你认为好像我的版本 跟稿路的版本 跟郑天才的版本 可能不太适合放在你们这边 我的建议 你们就把这个转型条例 前面写一个 Part 2 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 而原住民的版本是 Part 1 转型正义 我们先从Part 1的转型正义 开始谈 再谈到你们现在 威权时代的转型正义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我们 这个都已经 现在休息十分钟之后 休息十分钟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主条 谢谢 刚刚听到赵伟喔 提到那么多 说会处理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喔 好 我还是要讲喔 刚刚赵伟说 我会做 我保证 我 而且很快 这些都是抽象的名词啊 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完成 具体的 具体的时间点 有没有告诉我们原住民族 今天喔 我真的觉得原住民族很累耶 从国民党那个时期喔 然后呢 民进党就要拉着原住民族 去对抗国民党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是 民进党这种 完全执政的状态 然后 我也觉得 也很讶异 就是国民党也是跟原住民 站在一起喔 可是我要讲的一件事喔 大家冠冕堂皇喔 说了那么多 嘴巴讲得很好听啊 身体就很老实 你们的行动跟作为在哪里啊 大家可能 会在这个政治上去讲说 这是蓝绿的问题 可是对于人民 对于原住民 他们只会看到一件事情 你今天的转型正义就是甩掉原住民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人民他要的 就是这个国家 有没有诚心 有没有这种尊重 有没有这态度表现出来 所以拜托 你今天你招委你要讲的 你会做 你保证 而且很快 给我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完成 什么时候完成 伟大的召集委员段召委 因为你的说法 跟行政部门的说法 跟行政院林院长的说法 跟陈秘书长的说法 是不一样的 一直在强调 在总统府 会设一个委员会 在总统府设委员会 它是一个咨询的性质啊 它能够指挥 立法院说不要立法 可以吗 这是违宪的 因为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一定要立法 没有立法是无法处理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律 就是已经限制住了原住民族的相关的目前的状况 所以一定要透过立法 要透过立法的部分 如果没有透过立法 这个转型正义是假的 尤其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如果没有优先审查 以民进党的这么的多数 到时候不处理 我们是毫无毫无办法 所以我们强烈的要求 要拜托伟大的赵伟 要优先审查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因为总统府 蔡总统所设的这个委员会 它只不过是咨询的性质 大家都很清楚 咨询的性质来决定能决定吗 当然还是我们要立法院 要制定相关的这些法律 何况原住民族的问题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很清楚 尤其是土地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清楚 原住民族土地的转型正义 是非常的清楚 完全不复杂 拜托我们的这个赵伟 好 所以我们材料 好 三 nu 也 有点 一 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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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